这茄子和尖椒是最普通的家常菜 但是我们在家里整个做好吃入味 酱香浓郁还特别的下饭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道妈妈的传统做法 酱闷茄子尖椒 咱们先把紫茄子改成段 尖椒也切成段 但是从中间破开 方便炒的时候更加的入味 炒这道菜一定切点酥肉丁 那真是太香了 第一步锅中少放油 先放入茄子 用棕果慢慢的煎制 把茄子煎到表面饥黄 成粘焖的状态 这样结果的茄子 而且更加的入味也不会太油腻 这时候我可求您先帮我点个赞呗 这是对着屏幕点两下 也支持我一下 辛苦您了 茄子煎好后咱们放入辣椒 也是用棕果慢慢的煎制 往表皮煎到虎皮状 把它煎熟煎透 下一步咱们起锅少放油 先放入肉丁 用中小火慢慢的煎炒 把肉丁给它炒成干干的 然后放入葱姜爆香 过家常菜咱们来点老式的花椒面 特别的起味 放入半炒的火豆酱 用小火把酱炒成酱香味 放入半炒的黄豆酱油 少许的老抽调色 加入约一勺半的清水 咱们烧开之后 只放入清新调味就可以 别的调料什么都不要放 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汤汁烧开之后 咱们倒入煎好的茄子和辣椒 用中火慢慢的煤制 把茄子和辣椒一定给它喂透 使其更加的入味 煤制两分钟之后 咱们淋入少许的水淀粉 使其先这儿均匀的包裹在原料上 最后来上点蒜末 真的特别的提味 翻炒均匀咱们出盘 不关注我真的会错过很多 点个关注吧